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,新的一天又是这么可爱,大家好,我是小梦鱼的分享小编,今天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内容,希望各位看官给小编动手评论点赞哦,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,都会带来好运气哦。 但今最红的四个组合,我猜,你只认识TS Sports,若都认识,我叫你一生大神第一个,康宁四子OMAR,中国内地男子,偶像组合,由月月,穆紫阳,普腾,临朝组成,偶像练习生在狂欢中落下帷幕,康宁四子凭借亮眼表现成为黑马,四子进入大宗视线以来,成了不少观众每周快乐的源泉, 他们总是以简单真实的态度,给粉丝带来正能量,四月十六日,那些高哈昆英女孩绝不认输,等你们一起出道,那粉丝,也终于要等来,我属于昆英四子的成真运,四位成员各有特色,小王子林超可爱,月月靠谱青年,不凡的挑大梁身高以及哈仙本仙,还有耿王一米巴巴的穆紫阳,组合里有穆紫阳这个情话专家, 成功把其他三位成员带上了情话吐露,杨哥的落叶归跟你归我,哈仙的喜欢你白发的样子,等你倒白发,月月的怪可爱,小弟的小猪配起你配我,四个人在一起永远都是趣味十足,哥哥对弟弟的相爱相杀,也是充满欢乐,偶练李川金带赢了昆英四子, 平时却是骑着电瓶车和共享单车去公司,自然,也是住一个四人间,被称为贫民窟四子,在舞台上是闪闪发光的样子,幕后却是每天挥打汗水的训练,现在活起来了,也就意味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了,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, 继续吃饭睡觉打小弟,第二个,9% 9%中国内地流行约男子演唱组合,由蔡徐坤,陈立龙,范正成,Justin林彦俊,朱建平,王子义,小鬼,由长庆组成,蔡徐坤担任CA,男团名称确定为9% 寓意9%的练习生带着另外91%的人的梦想继续往前走,9人团体活动时间是18个月,重要的工作是巡演和团宗,一年半之后将解散回归各自经济公司活动,再后经过短暂的休整,全员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0天左右的集训,全球最大规模的演出经济公司Live Nation为此提供了很大的帮助, 期间全员还参加了Coach Erle音乐节,最了解,为了运营出的九人团,爱奇艺与节目操守,和洪福共同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,对他们未来的未来的训练,音乐制作以及演出,等都有全面的规划,与韩国一样,限定活动期间的收益,会跟原经济公司同享。 这个组合之所以在2018年红遍全国,深受年轻人的喜爱,主要是因为组合的颜值高,人气爆棚,他们是从偶像练习生中出来的,蔡徐坤是组合中的绝对核心,人气极高。 除此之外,像范澄澄,朱正廷等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 第三个,TSBOYS TSBOYS是北京时代风俊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,推出的少年偶像组合,由王俊凯,王源合议,杨千体组成。 2013年8月6日正式出道,TSBOYS成员与日韩男子团体比起来更接地气,像林家小男孩,六显志气的唱功,依然会被定义为小朋友角色。 在进购公司系统培训之后,行为模式与艺人相差无极,体现出超龄的成熟。 TSBOYS的最大特点就是新鲜年轻,他们的歌曲制作上未必精良,但他们已经不再只歌唱《太阳花》和《红领金》,他们唱着00后的感情观。 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成年歌手的歌曲并无大致,但基本上他们歌唱的还是健康向上的正能量,还有些情斗初开式的青涩告白。 成名后,TSBOYS的代言更是一个接一个,从步步高花钱量身并做广告MV到翻搜入《再当梦幻泄游》,连即将上映的电影也邀请到TSBOYS唱主题曲。 大众知名度也在不停上涨,TSBOYS完美完成了从网红到明星的转变。 除了代言之外,三个小孩更是触电打荧幕,四千喜餐也万万没想到后,张玉谋芯片长城和郭敬明的绝境分别向王俊凯和王源抛出改缆之,三个小孩最近可谓是红的发子。 虽然有些80后,90后不一定喜欢他们,但是很多00后,是他们忠实的粉丝,随着他们三个人的成长,相信他们会给粉丝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 第四个,火箭少女101火箭少女101,是由瓦吉吉瓦娱乐,海南周间娱乐有限公司,于2018年,推出的中国内地女子演唱组合, 由孟美琪、吴轩怡、杨超越、段奥珍、艾美赖美云、张子宁、杨云晴、李子平、傅京、薛梦杰11位成员组成,扩建少女101中的11个女孩。 比赛封闭了三个月,一出道便被推到行业最瞩目的位置,他们来不及反应,亦缺乏所谓的公众人物意识,对成为专业人这件事。 他们还缺乏准备,出成团,除了艺务能力不匹配,11位女孩的日常相处也由戴摩河。 2018年,因为创造101的播出,中国女团市场复苏,扩建少女101更算是C位成团,承在万千希望,尽管,一路上却会有种种质疑向她们。 但并没有人真的希望女团破解只是幻梦一场,扩建少女101的首张迷你专辑状,充满了个新的歌词。 在这样适合舞动身体的律动下,扩建少女101呈现出了被年轻人崇拜,让中年人忧伤,令老年人感叹得肆无忌惮,正如踩火车独自等待,所带着人的那种对青春的赞叹。 2018年他们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的组合这个荣誉,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当前国内最红的组合,期待他们能够再接在意,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 看完小编的这篇文章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欢迎评论区下方评论留言哦,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,就是对小编的肯定与鼓励。 明天小编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内容,希望大家不要错过,小编给你们笔线了。